大哥打电话给二姐 告诉他小妹自杀身亡的事 二姐自从妈妈去世后 一直比较强势 包揽了对兄弟姐妹们的照顾 小时候害怕面对妈妈去世的惨状 最后在入恋师的陪伴下 看到妈妈生前栩栩如生的模样 这也是二姐之后 踏入这个行业的重要原因 二姐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殡葬公司 她的收入除了顾及自己的小家庭 还一直照顾着兄弟姐妹们 就连小弟在戒毒所疗养的费用 也是她独自一个人承担 在长大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这天二姐突然发现 丈夫的独立账户 因为他们一直用的是家庭账户 二姐虽有怀疑 但并没有声张 她当下最紧要的任务 是用自己的专业 亲自送小妹最后一程 化妆时 突然想起在小妹结婚的时候 也是她担任母亲的角色 亲手送小妹一出嫁 唯一的遗憾 恰恰是因为自己当初的强势 阻止了从戒毒所获得假期的小弟 没能让她参加双猫胎妹妹的婚礼 回忆着往事 二姐流出后悔的眼泪 没想到小妹的嘴巴竟然动了一下 这时 从她嘴巴里爬出一只小墙 吓得二姐连连后退 她终于忍不住了 趴在妹妹身上痛哭起来 看着修复好的妹妹 她正打算离开 刚光上灯 突然看到旁边床上 躺着去世多年的妈妈 还没来得及反应 她却坐起身来 朝着二姐发出诡异的微笑 二姐连忙打开灯 床上却什么都没有 估计是她太想念母亲了 故事回到当年的希尔大宅 优雅的妈妈设计出了 她们以后永久的家 就是因为 这次妈妈的描述 让她从小对家庭亲情 一直牢记在心 谈话间 小妹突然出现 想让妈妈陪伴她玩耍 懂事的二姐不想妈妈的工作被打扰 主动担任起 照顾妹妹的责任 她们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如果门廊灯闪两下 孩子们就该回家了 这栋大宅 在她们儿时的记忆中 着实出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 一天晚上 三妹怒气冲冲的来到了二姐的房间 质问她 为什么要在半夜 敲着墙壁 还喊自己的名字 没想到 恐怖的一幕 就发生在此刻 屋内的各个角落 分别发出咣当叮当的声音 姐妹俩恐惧地抱在一起 还好爸爸及时赶到 用科学的角度 解释了墙壁间的响动 是由于热水管老化 引起的正常反应 接着爸爸面部骤变 这集的结尾 在二姐家客厅内 永久的家 模型的门廊灯 突然闪了两下 这是妈妈在召唤她们回家吗